我个人体会很深的一点是 在新媒体时代 有时候观众的兴趣点 是创作者始料为及的 比如很多人都知道 我有一个很火的片段 叫《接日奏乐接日》 之前在网络上被很多朋友 自发地进行并无视地传播 那这个片段其实也让我 出骨机房的获得了一些流量 我在很多采访当中都谈过 我对于流量的感受 我觉得流量没有错 没有错 流量是一种关注 关键是面对流量 我们给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给好的作品 给正确的价值观表达 在作品里面 给真实的人物 给真诚的情感 我们不能抱着流量之上 或者是为了获取流量的心态去创作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 怀抱地给观众提供 好内容的初衷 来支撑着我们的创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